哈啰大家,我是阿远 最近有很多的评论都在问说 为什么最近的影片都没有沙子了 很多类似的留言都一直在问 沙子呢? 怎么最近都没看到沙子的? 我原本想说 毕竟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也没有必要向任何人交代 但是仔细想了想 我觉得我还是有那个责任 要和你们交代和解释一下 嗯,对 我和沙子分手了 我想 你们现在应该都会很惊讶对吧 我们会分手 其实也不算是很突然的事 因为其实在最近的几个月里 我们时常都会因为一些很小 很小的事情而吵架 直到上两个星期 我们都受不了了 双方都提出了分手 但最近 我透过了身边朋友们的推荐 我下载了一款手机游戏 我朋友他们和我说 在这个手游里面 可以认识到别的女生 还可以在里面聊妹 我玩了这个游戏 大概两个星期 结果 我真的在里面认识到了一位女生 在游戏里 我时常都会和这一位女生一起泡澡双修 一起制定一头像 一起在游戏里结婚 可能你们听不明白 因为这些都是这个游戏里面的内容啦 玩了一阵时间之后 我发觉 原来 我真的放不下它 我时不时会因为这个游戏里面的内容 而唤起了我们之前的回忆 快点抽 不要玩水 这样 那玩水我拿花沙沙沙的我跟你讲 就在昨晚,我鼓起勇气,拿起手机,打给了沙纸,挽回我们的爱情 哈喽 我放不下你,我们再会一起好吗? 有时候,你会发觉,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东西,都很神奇 原来,我一直以来在游戏里所认识的那位女生,就是沙纸 诶,那时候我们女朋友过后,我再次应该,比起来一个男生 用最舒服的方式相爱,成为最默契的那一对 奉献,2017年最佳恋爱交友游戏,赶快前往下载吧